就是直接把這個目錄 把這個目錄怎麼樣呢 改名稱 改成202 把它存在哪裡呢 存在你的隨身碟裡面 那將來就會有202 204 201之類推 一直到410 總共會有15題 一直到期中考之前 OK 我想這個應該了解吧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開啟這個檔案之後 要做哪些呢 分別把1到5的這個部分的題目做完 那我們這部分題目就算成功了 首先的話呢 特別注意將來設計的項目呢 請你特別注意一下 你的對象是做什麼 設定標題 所以你第一個要先找到標題 做什麼呢 左右縮排一公分 分散對齊 與後段距離一行 我想這個功能在哪裡呢 如果說你將來 你之前沒有學過Word 也用過Word 但是這個功能要怎麼做 第一個請你找到標題 那標題就在這裡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設定段落呢 怎麼設定呢 首先特別注意呢 你不用選取 有沒有要放在這一個段落就可以 那什麼叫做段落 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會有個什麼 這個符號 表示說它是一個完整的段落 那這個段落的頭在哪裡 頭在這裡 尾在哪裡呢 尾在這個段落的結束 這就表示一個什麼 一個段落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段 不是一行 看起來是一行 可是在Word裡面是把它當 一段一個段落來 來看 那底下的話 只要有個Enter有沒有 就會是一個段落 那游標放在這裡之後的話 我要怎麼去更改段落呢 各位可以看到上面 會有個面板 它就有個很小的兩個字 叫段落對不對 那其實段落的功能都在這裡 這個就是一個面板 但是你會看 那上面有沒有什麼呢 左右縮排一公分呢 好像沒有對不對 然後有沒有那個分散對齊 其實是有的 分散對齊的話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分散對齊 那有些功能不見了 那你想說在哪裡 實際上特別注意 這個在Office裡面的慣例 它主要常用的會放在外面 不常用放哪裡呢 放在一個箭頭 對它就有個機關 這個機關如果你不注意看的話 應該很多人會不知道 都在這地方 所以每個地方有沒有 都有個機關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功能都會找不到 都躲在這裡面 所以每個面板 你都可以切換過去 像插入裡面的 每一個有些有 有些沒有的 像這個插入裡面 就沒有機關了 版面配置有沒有 有這邊就有 點下去這邊就可以 點進來就會跳出一個視窗 那我們跳到常用裡面的段落 如果說我今天要設置這個段落的話 第一個我要做什麼呢 它要我們做左右縮排一公分 那左右縮排 現在是負一公分 所以請你把它怎麼樣呢 改成一公分 單位已經是一公分了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改一公分 OK一公分一公分 再來的話呢 分散對齊在哪裡 對齊方式 本來是至中對不對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分散對齊 分散對齊 然後再來的話什麼呢 與後段距離 與後段距離這邊段落間距 與後段距離多少呢 一行 所以這邊的話呢 原來是零行 請你把它往上 改成一行 按一下確定 有沒有發現 自動呢 就會改了 本來是這樣 對不對 那改完之後呢 變這樣子 分散對齊 就是說它可以把所有的字 分散開來 到這個段落最寬的間去 就分散開來了 OK 那其他的話呢 這個左邊縮排 所謂左邊縮排 就是怎麼樣呢 這邊 我 這邊到這邊是左邊 這邊到這邊是右邊 那縮排的話呢 它一公分就是這邊一公分 這邊一公分 那分散對齊 那與後段距離 後段的話 就是以下一個段落之間的距離 就是多少的一行 OK 好 那這部分我想 各位先把這個檔案開起來 先練習看看